今天我们来说一下Mr.Z的六道袋土 首先这种特点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火影袋土跟林 然后包装是保力龙 外加魔术铁 整体的分件其实说实话有点多 咱们一样一样看吧 先来看这个人物身体吧 也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点太绿了 它跟这个开定图颜色差异是有点大 虽然说袋土在原画里面就有点绿 我还是觉得这个颜色过了 然后袋土的头条其实做的挺好 头发不好的话后续会补发重做 二代的面积要做的挺漂亮 但是二代的这个眼睛是不是不对呀 这个绘图 开定的时候什么样我忘了 然后三代的头挺好看的 这个初代的头开定的时候它就不好看 所以实物也不好看 这个穿着火影衣服的戴土 脸其实做的挺好看的 但是我个人不喜欢 这就是我的个人情感问题了 然后林的这个胸像做的挺可爱的 也神兽玩家的喜欢 这几个大的手里剑 包括这个费雷神苦物 还有这个天爪毛 全都是金属的 特别重 然后这些烟雾 就我一直都说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涂装 我觉得这种东西涂有点笨 然后地台就是岩石 加上那个神术 我觉得没啥可说的 也就中规中矩吧 这个名牌做的挺好看 这个名牌选了带土的一个背影 然后整体的高度大约在45左右 我的入手价就是原价2280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肤色 这个肤色做成灰色的话会更好看 整体的设计啊 包括人物动态的张力 我觉得都挺好的 一二三代火影 然后对战这个六道带土 然后这个六道带土的这个眼睛可以发光啊 我没装那个灯 一款JK一共有六个面雕 其实这个制作水平我觉得是OK的 唯独有一点美容不足吧 就是肤色问题 视频有点长 感谢大家观看